老杨到处说 欢迎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于我们的酱香酒 对于我们的私房茶 对于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尔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美国知名的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德斯 他认为 欧战争的最大的教训 就是世界上需要有一个超级大国 对这个观点 只是简单的批驳 他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 很显然是不足够 这是美国知名的战略学者 哈尔布兰德斯 在他的彭博社的专栏写文章说 俄战争以及西方世界 反抗俄罗斯的努力 展示了一个没有美国霸权的世界 将会是什么样子 以及当美国比较好的 行使他的力量的时候 他用无以伦比的力量 又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场景和图像 哈尔布兰德斯认为 俄战争是一场地缘政治的悲剧 缘起的发展 对整个世界可以起到 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他这篇文章要传递的信息 有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如果不出意外 俄战争展示了一个 没有美国霸权的世界 将会是什么样子 以及当美国比较好的 运用这种无以匹敌的力量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样子 无以伦比 无以匹敌 他说回顾过去的20年 美国外交政策中最突出的事件是 代价高昂而失败的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但如果你年纪 稍微大一点 可能会记得 1990年的 两个东西德统一 以及是90到91年的海湾战争 也就是很难想起 华盛顿在遇到哪些国际大危机 能处理的比现在更好 哈尔布兰德斯认为 美国许多外交政策的成功是不可见的 也就没有公众一众的意思 因为他防止的本会发生可怕的结果 比如说911之后再一次灾难性的恐怖袭击 或者08、09年的京东危机变成全球大萧条 他认为跟美国本身的危机管控和处理是有关 当然成功的外交政策 也要包括实践良好结果那部分 这里面锁定谈的是欧战争 欧战争给人民的企划 他认为第一 他鲜明的说明了 在一个没有美国霸权的时代里 世界可能是多么严峻和残酷 一个任其自生自灭的乌克兰 很快就会屈服于普京的入侵 乌克兰现在将受到表演性的审判 泽连斯基会被处决和监禁 以及对任何胆敢反抗俄罗斯统治的人 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种假象 假设一种想象 但是在过去25年里 如此多的东欧国家 为什么竞相要加入美国的联盟网络 原因他们很明白 因为他们看到了乌克兰战争 正在发生的这个过程 因为这样一种战争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常态 二战结束以来 这种暴行仅仅是因为被美国虽然利己 但相对良性对全球的领导 才压制了前所有的程度 把美国在扮演这个世界警察的功能 做了一些夸张的描述 他说幸运的是 乌克兰战争也提过了一个及时的案例分析 说明一个参与到其中的美国可以多么强大和有效 至少到目前来讲没有太大的瑕疵 拜登政府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比如美国政府对乌克兰战斗意志的早期评估过于悲观 一直鼓刀他赶紧走 流亡政府 而美国的阻止俄罗斯和声级的最初努力 也是混乱和不协调 但他认为美国总体的表现相当的不错 帮助了乌克兰在一场 他原本可能不复存在的战争中茁壮成长 并表明世界不会很快真正实现多极化 他对美国作为超强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还是宜兰志德 以此同时哈尔布德兰斯对美国的CIA和情报界 这次在俄乌战争的表现给了很高的评价 当然他说美国的情报界通常在出错时成为新闻 但是除了美国还有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 能够对半个地球以外的事件有如此准确的议判 他谈到是俄乌战争 因为美国的情报人员提前了几个月就秀出了普京筹划的侵略行为 并就入侵行为将如何展开向乌克兰发起严重的警告 不仅向俄罗斯警告也向乌克兰警告 美国几乎是提供了实时的信息 让吉弗能够规划他最有效的攻势 实施最壮观的轨迹 哈尔布兰德斯顺便在这个时候提醒了习近平先生 想必他还会知道 不会忘记美国的这个问题上的表现 他说习近平现在必须担心 任何攻击台湾的行动都可能很快成为地球上最广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话是当然是一种暗示 哈尔布兰斯认为 俄欧战争正与了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所提供的影响力 比如说华盛顿召集了多个地区的几十个发达国家 支持乌克兰并有效的制裁俄罗斯 而这种反应反过来又对全世界展望了 展示了美国施加经济痛苦的能力 就是制裁的能力 华盛顿和他朋友实现了制裁和出国管制 可能不会迫使普京撤离乌克兰 但他将导致俄罗斯进入一个停滞和技术 更近一比落后的未来 此外他又发现俄欧战争过程中 俄罗斯的军事装备跟美国军事装备之间的对比 俄罗斯的破烂不堪 比如说击中之后发生灾难性训爆的坦克 无法准确命中目标的导弹 而华盛顿只提供了20台海马斯火箭炮 就帮助了乌克兰 扭转了1945年以来 欧洲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的局面 人们不禁调问 如果乌克兰有50台40台的海马斯 那会给俄罗斯造成多大的损失 就基本把俄罗斯的缓击能力当成没有 他认为乌克兰人的坚韧创造力令人敬畏 但即便是这样 他认为这场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 对美国本身最近的一些悲观看法 有一定的稀释 这个俄欧战争美国人的间接的表现 跟美国人的阿富汗令人沮丧的结局一样 之后流行的看法已经下下相反 俄欧战争的目前的结果 是美国的一些安全伙伴对美国的能力和效果 是保持有他们的信心 当然他也提醒过度的自信可能是致命的 在乌克兰华盛顿的事儿 并不能保证华盛顿在跟北京 莫斯科或者德黑兰的下一场危机中 继续解决成功 但他说 都有一场美国甚至没有直接参与的战争 为美国阶级对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就世界上还需要有一个超级大伙 首先第一简单介绍哈尔布德兰斯 他是约翰 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也就是基辛格的全球事物 特评的教授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智库学者 那么他写了很多书 关键他有一个彭博社的专案 他曾经2015年16年 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战略规划特别助理 担任过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主要撰稿人 为美国的一系列的政府部门和机构 提供咨询服务情报 以及国家安全的边界的评估 这个人对情报 对美国的战略 他是有身体力行的介入 本身也有住宿甚多 第二 我们当然可以排斥和否定 哈尔布德兰斯的观点和言论 但从俄乌战争 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在这一次战争过程的表现 中国的外交 军事和情报部门 能得到什么启示吗 第三 之前金融时报有关中国副外长乐玉成被调离外交部的原因是这么说 作为中国外交部首席俄罗斯专家的乐玉成需要为俄罗斯露听乌克兰的情报施当 判断失误负责 因此他就被调离了外交系统 我们试想一下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哈尔布兰德斯 如果有 能不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 像哈尔布兰德斯那样展示出自己的大国自信 当然目前宣孝一时的金灿龙张维维不在此列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